杨子杨子,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覆盖了古装 现代,喜剧,悲剧等各种类型 近日,有消息称杨子手里已经有六部作品即将推出 其中包括四部电视剧和两部电影 这让不少粉丝和观众都感到期待和好奇 杨子会在这些作品中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首先要提到的是电视剧《长相思》 这部剧已经在今年暑期当播出了第一季 收获了超高的口碑和收视率 杨子在剧中的表演能力和号召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 尽管有一些黑子对她的外貌和声音进行了无理的攻击 但《长相思》的成功 不仅让杨子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民女神 也让她的资源和机会大大增加 杨子的演技一直是她最大的优势和魅力所在 从童星时期开始 她就展现了不同于同龄人的天赋和潜力 她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中自如地转换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 无论是女扮男装还是女性形象 她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出角色的灵魂 她的眼神表情语气动作都能够抓住观众的心弦 让人感同身受 她不仅能够演绎出角色的喜怒哀乐 还能够展现出角色的成长和变化 是一个敢于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的演员 除了《长相思》 杨子还有四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青三行》 《咬九九爱》 《成欢记》和《长相思第二季》 这四部剧都是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作品 可以看出杨子对自己的定位和选择非常清晰和明确 她不会被一个角色或者一个类型所局限 而是会尝试各种可能性 给观众带来更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视觉享受 《青三行》是一部古装武侠剧 改编自蓝白色同名小说 杨子在剧中饰演了一位女侠 与男主角上演了一段江湖恋 这部剧可以说是杨子记相历沉沉浸入霜后 再次回归古装领域的作品 也是她首次尝试武侠题材的作品 相信这部剧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江湖之旅 《要久久爱》是一部现代青春励志剧 可以说是杨子记亲爱的热爱的后 再次回归现代领域的作品 也是她首次与范淳淳合作的作品 相信这部剧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甜蜜的恋爱之旅 陈欢剧是一部现代剧 讲述的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 麦陈欢 面对爱情和亲情做出抉择的故事 杨子的精彩演绎让无数人无比期待 《长相思》第二季是《长相思》的续集 延续了第一季的故事线 这部剧可以说是杨子最受期待和关注的作品之一 也是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相信这部剧会给观众带来一场刻骨铭心的古装爱情之旅 除了电视剧 杨子还有两部即将上映的电影 《射拉滚烫》和《猎毒》 虽然杨子在这两部电影中只是客串角色 但仍然备受期待 《射拉滚烫》是一部喜剧电影 讲述了一个关于美食和爱情的故事 《猎毒》是一部动作电影 讲述了一个关于缉毒和正义的故事 这两部电影都是杨子与不同类型的男演员的首次合作 也是她展现自己多面性和实力的机会 杨子的六部作品《接连来袭》 无疑是对她演艺事业的一次大考验 也是对她粉丝和观众的一次大福利 从目前的反馈来看 杨子的粉丝都非常支持和期待她的作品 纷纷表示要为她打扣 为她加油 她们认为杨子是一个非常努力和敬业的演员 值得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也相信杨子会在每一部作品中都给她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对杨子的作品持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她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 没有什么新意和突破 她们觉得杨子只会演绎一种类型的角色 没有什么变化和进步 她们甚至质疑杨子的演技和人气 认为她是靠炒作和水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我认为她是靠炒作和水军来维持在一起 我认为她是靠炒作和水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水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